從李先生的大佛畫作中破壞而出 從平面轉化為立體 從須轉化為實 傳遞著極強的感染力 即使是繪製在紙上的鮮花 也會讓人有種身臨其境的感受 風吹 蟲鳴 陽光 雨露 旺盛的生命力 蓬勃的自然姿態 這是李青竹先生 也是我們花家 想要分享給每一個觀眾的感受 說得好有道理 是你好有慈性 我 那個眼神 又不要那麼酥 小心啊 我不是在做夢的 我不是在做夢的 是嗎 絕對不是 小 小青花 我 我到底還徹底沒有了 你的人生怎麼這麼倒楣 你靈性 你瞎说你太狠了 我看着都疼 看来我得再给你找个新助力了 你怎么搞的呀 疼不疼啊 就我刚才 突然对十人花鬼迷心窍了呗 只是鬼迷心窍 你知道十人花为什么叫十人花吗 这种奇葩的植物 生长在美洲亚马逊河的原始森林 和沼泽地带 它的外形娇艳 还会透露出那种 兰花般的诱人清香 不了解它底细的那些动物们 也会被它所吸引 即使侥幸逃过的那些 还是会不长记性地 再次被吸引 但是如果 不小心碰到十人花的花朵 它的花片 便像鸟爪一样 将猎物们入花大半 一口吞掉 连骨头汁都不生 所以啊 你千万要冷静一点 不要被十人花的美色所迷惑 否则 没有否则 我对天发誓 我从今往后 不会对十人花 有任何鬼迷心窍的行动 不然的话我就会天大雷 有任何鬼迷心窍的行动 巧合 不用在意 我 不会对神花的迷心窍 没事儿 没事儿 你说这一会儿功夫 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这姑娘 怎么都不对你发花痴了 你不是画没人把你当样吧 只有这个点看 你才能明白 这小区的真实入住情况 是吗 对啊 红色要洗得慢 不是 那你 那你是不是也要 稍微地注意一下行动 我平时演女神已经够累了 我下了班了 还不能轻松一点 再说 我又没办你让男的 就你这样要是被粉丝看见了 分分钟分转黑你行不行 不过呢 能交到你这样的朋友 我还是感觉到很愉快的 别用你的臭豆腐手摸我啊 你不是说 你家就住和平东路这片吗 是啊 我家就住在这附近 这可是黄金地段啊 都是豪宅啊 你 你住哪个小区啊 我 也不是 这附近除了豪宅之外 还有好多老小区 我住老小区 我 那到了你的地盘 是不是应该请我上去 喝杯热茶呢 还是算了吧 我的单身狗窝 也配不上你的女神气质 一成一 那你租这个房子 多少钱一个月啊 我是合租的 一个月三千块钱 什么 老房子合租还要三千多 哭吗 房东一定是看你人傻在坑你 不行 我得给你撑腰 走 找房东评评理去 别别别 小仙女 我好不容易找一个狗窝 你刚住下来 你要是冲过去找人家一吵 不是 你一帮我评理 那万一房东要是一个 不讲理的人呢 他把我踢出来 我不是要露宿街头了 对吧 那再等等吧 既然你是我们的朋友 那就不能让别人欺负你 让我跟七夕再想想办法 肯定给你找一个 物美价廉的好狗哦 嗯 谢谢你啊 走吧 嗯 我的老药 嗯 嗯 嗯 啊 嗯 怎么回事 那是什么原因呢 这条街主电路的变压器坏了 电力局说正在全力地抢修 好吧 我知道了 哥乐的神鬼半血千万被他吓 我胆子太小了 一下我就晕给你看 喂 七七啊 宝妮 我这边 这边停电了 七七 来 七七